如果你再找一個主人 新主人 他以前可能咬其他狗 咬其他主人 如果你告訴他 你進來 他咬過你一口 你跟之前那些人是沒有分別的 我真的可以咬你 他咬到你 你會縮的 大部分人都會縮的 大部分人都會退開 他就知道 我以前用的方法 今天都可以用 不咬你 是 我們不要做這件事 Hello 我是Catherine 我身邊這位 就是上次那一集 也有份幫我訓練 我的狗毛毛的 一個狗訓練者 他叫JC 如果想知道他更多的背景 他的背景真的很猛 大家也可以看第一、二集 我也會有介紹 今天我為何會請JC上來 也是在解決我的狗的問題 有很多狗都會互食和互蜜 其實我先說回我的狗 問題是 他一度人飯 可能我們自己吃和家人吃飯 我的狗就會很緊張 好像覺得自己有得吃 但我媽媽的確會在地上 或椅子裡塞給牠吃 那時候就算不是那時候吃東西的時候 他也會很緊張 然後就會咬人 很廢人 有試過有人叫牠走開嗎 沒有 從來牠都可以自由在這裏 對 有幾個原因 就是因為你媽媽 偶爾也有塞給牠 其實他真的覺得他有份 第二就是 始終他突然有人接近 在牠的情況 譬如牠之前已經是 你上一集也有說 牠如果是跟你媽媽一起坐的 你走近一點 牠也不高興了 就是牠也會比較 保護東西的意識是比較強的 本能方面 當然 護食這件事 或者護物 或者護主人 或者護牠自己的床 其實都是正常狗會做的行為 或者所有動物都會做的行為 譬如我們會鎖門 外出 我們也是在護我們的地域 所以其實保護自己的地方 保護自己的資源 是所有動物 生存本能 我們從一個物件變成一隻狗 已經是全部東西 一直圍流下來 我們要生存 我們就要保護自己的資源 所以對於狗仔來說 其實牠們也有這個本能 你走近一點 突然想碰牠 或者捉牠 牠們有兩個在想 一不就想捉開我 或者純粹牠已經在想 我要有東西吃的時候 突然你碰牠 牠可能在想 你是想阻礙牠去拿這種東西吃的 在牠的情況下 其實一隻這麼重 保護東西意識的狗 可能牠都會襲擊你 或者可能 凶你 另外一件事 其實狗在你未碰牠之前 牠已經知道你在走過去 或者接近 對,感覺到牠們所有東西 聽到你的聲音 聞到你那陣子還在走過來 其實在你未看到牠咬你 那一刻 牠有人過來了 可能牠已經閉嘴 然後可能已經在望 那個人走過來 那些意識 然後可能牠有其他 事做的 可能頂一下你 其他東西 其實牠已經告訴你 走開 牠們只可以用這個方法溝通 但我們在後面看 我們看不到 或者可能不懂看 還想著叫牠 一下子就咬起來 其實幾多歲都訓練到 因為 都有些情況 狗食那些 可能是五歲 八歲都有 總之你清晰 然後你小心 觀察牠的身體的怨言 不要被牠 不要過濃 不要過了牠可以接受的程度 應該都不會太久 除非牠已經咬過人 牠咬過人 可能要幾個月拖牆來教 那就是牠本能反映 不要再碰牠 或者捉弄牠 說真的 我剛才也問了 其實沒有人會叫牠走開 純粹你只是想碰一下牠 真的摸牠 不如這樣 與其你無緣無故碰牠 然後牠以為你捉開牠 或者搶牠的東西 我們可以叫牠 摸摸 對呀 Hello 然後你給牠吃 然後再摸牠 可能牠會接受到 我覺得你先叫牠一聲 已經給牠一個 告訴牠 我想跟你討論 然後牠就知道了 然後牠可能會走到你那邊 反過來 然後牠走過來 然後你就會給牠吃 反正你都會給牠吃 另一條問題 就是 我家人有時 會給牠一些骨頭之類的東西 一走近 牠就會擔上梳化自己吃 自成果 無論任何一個 我媽媽給 給完牠之後走近牠 牠就會發怒 牠真的會吃得很重要 所以我想問一下 怎樣才可以改善牠的惡痕 可以有 如果你那塊骨頭 對牠來說是一個很重要的物點 那我們就不會由這件事開始去做訓練 我們就會選擇一件比較沒有那麼高價值的東西 沒有那麼高價值 你知道嗎 例如 如果純粹 我當牠那塊骨頭是有味道 那些真的磨 那些很漂亮的東西 那相反地 可能 傑齒骨 可能這些 可能牠沒有那麼 那一個 如果你給牠選擇 你拿著兩塊東西給牠選擇 牠會選擇 牠會選擇這塊 對 所以 我們可能開始訓練的時候 我們就給牠們沒有那麼高價值 例如借筆 你知道很多人拿了一枝筆 拿了一枝筆 但牠是一枝膠筆 周圍都買了一盒 你不要緊 你不如拿去 但反過來 如果你拿著那枝筆 是你男朋友送的 還要是貴一貴的 你都會戶的 你都會戶的 他如果拿 拿著筆 你會縮 這枝不可以的 對 而且第一次 如果那個人跟你很友善 他會拿的 你會第一次要縮 如果你真的知道膠筆 他不會 你是未必會縮 其實跟牠一樣 我們開始訓練的時候 就用一些沒那麼高價值的東西 你就這樣 吃慣 好東西 你給牠的 然後 牠開始會搞 玩那樣東西 然後 你想拿的時候 譬如牠真的忙 然後牠不是很想你的 你可以給他這個 然後我拿這個 拿了牠 之後我給他這個 然後 總之兩樣東西一樣 你可以兩個 一樣價值的東西 或者 如果牠已經在玩一樣東西 牠很想要 然後你拿這東西 牠也是踩著這東西 不給的 或者牠看也不看你 然後你才拿狗骨 然後你才說 我給這個 可不可以拿這個 但你不要偷 有些人我教這個交易的時候 他們很害怕 然後一隻狗咬過牠們 牠們就會 資料搜尋的訓練 就會是 狗 牠已經有一件東西 我們拿另外一樣 同等價值 或者高一點價值的東西 拿過來 放在牠的前面 然後 牠就會看一看這東西 然後 其實我們就想伸一手出來 跟牠說一個給我的指令 例如 我們會說 譬如 寶寶 或者 寶寶 寶寶 然後 狗 牠未必會肯的 你再拿近一點點 牠就會開始 可能會寫著 如果這東西不夠高價值的話 可能牠就會 會護回自己的東西 然後不再看這東西 你可能會再拿高價值出來 再跟牠 談判過 如果牠願意接受這東西 牠的方向 整個身體願意告訴牠 我要這東西 你給牠 然後我就拿了這東西回來 這個我們叫交換 有時主人會比較擔心 可能會被牠咬過 怕牠會真的 可能會引牠注意力 然後偷走 那不是這東西 因為 其實你可以想像 在一隻狗 在我看著 還在想著 我要不要這東西 你偷走我的東西 那你有時會看到 那些狗 可能牠快的話 牠會馬上來咬你 如果牠是慢的 你會看到牠立即放棄了東西 然後看著你 就是說你拿了我的東西 我要的是 大家有一個商量 告訴你 我想拿這個東西 我可不可以拿 那你會看到 因為這東西太低價值了 你可以明顯看到 任你換 如果牠看到 另外一件東西 你教牠 譬如我說 Give me 或者什麼 我拿這個給牠 然後牠可以接受 牠也看到你拿這東西 牠的耳朵動了 然後我說 Yours 或者Take it 然後這個給你的 然後牠要這東西 反過來 那當然 這東西 對牠來說 譬如你的狗 又吃湯渣 又有很多東西 這東西對牠來說 不是一個價值 但是譬如 如果你說 我只有骨 和這東西 那可以怎樣 我可以在這東西上 塗一些味 譬如 牠有一些 用來的 Treat 你可能塞兩顆 譬如剛才有一些 很小顆的Treat 你可能塞一點 或者吸引一點 增加牠的價值 但牠也是會選擇那隻骨 因為有咸味 所以說 你開始教狗 我想拿這東西 走近一點的時候 牠看你 然後你跟牠說 我想給你這東西 我們交換 然後到牠開始知道 譬如我想拿這東西 然後我先拿 即是我先給你 即是由開始交換 到我給你 我想說 我拿的 你給我一個指令 我通常是給的 很有趣的 我現在這隻狗 上次見到Obi 牠擔著 牠自己的骨 我會對牠說 Give me 然後牠會給我 然後我就會給牠 你一定會給牠 然後就給牠 我們很多時候 上次都說 給一些指令的狗 讓牠知道 這個是我的 這個是你的 或者跳上來 上沙發 或者下沙發 我們有溝通 牠也知道我想做什麼 我把牠伸手伸進去 我就叫牠你給我 這個也是一樣 你教那隻狗 Give 一些東西 In exchange 我給你另外一件東西 那樣東西 要不就同等價值 要不就 它高一點價值 你說要跟牠對等交換 我真的要從今次開始 我要開始不再給那些 湯渣骨頭 高級東西吃 我只給一些 chip的東西吃 就算了 那些結似棒 剛才牠在一起 都沒有 那我可能從中學 就慢慢給你一些 和牛 可以慢慢降級嗎 可以的 我覺得有一些高價值的東西 可以留在 當牠獨處的時候才有 其實很難獨處 另外有一隻狗 分離焦雷症很有趣 有些人會想 不如我再拿一隻狗回來 那隻狗不會焦雷 但其實牠掛著那個人 媽媽或是你 原來對牠來說 另外一隻狗存不存在 如果牠真的有分離焦雷症 另外一隻狗存不存在 或者另外一個人 存不存在 可能不關事 所以這又是 有另外一類的訓練 當然牠如果你說 其實牠很輕微 那些 純粹是 咬咬咬咬 不會說 或者是自殘 弄傷自己 其實你只需要 沒有你在那時 牠有些東西都覺得 牠可以玩很久 例如我出門 我給你一個iPad 或者我出門 我給你一些很好的電影 兩個小時看完之後 過多一會 你媽媽就回來了 牠就OK 我們只需要給一些東西 就夠做 但訓練就是訓練 我們是需要 由一些很低價值的東西開始 比如這件事 剛才我們說了 我們可以製造牠多一點價值 這件東西如果少少 然後這件東西 塞一些牠再喜歡吃一點的東西 這件東西的價值 已經高過這件 變成 開頭教 交易可以這樣教 也都挺好玩的 其實沒有什麼 你只是給我吧 就給我吧 變成如果牠有喜歡的玩具 兩樣 一樣 你看到我什麼都一啪 就是這個原因 如果我 比如這些概念 一個 牠在吃那塊東西 牠喜歡那塊雞 在裡面 然後你想過來 問牠 給牠 然後牠掛著你 然後已經 之後我拿這個出來 拿這個 然後我拿這個 你拿這個 然後讓牠問一下 然後牠會想 OK 然後你看到牠注視了這塊東西 我放下給你 我拿這塊東西 我們可以慢慢 跟狗溝通 我們拿牠的東西 不需要很急 所以上一次 我亦都覺得 你記不記得 我不是說 你是慢慢接觸 讓牠如果 如果牠對你 可以接受你 走近的 媽媽掌勵 牠也好 怎樣也好 我們純粹 去改變一隻狗的行為 我們想改變牠的腦 如何想想 還有讓牠知道 究竟 後果是甚麼 後果就是 如果你肯給予一件東西 我給予一件高價值的東西 你有甚麼所謂 到時 翌日 牠會在想 真的好像阿姨 我叫你 你給 借筆來吧 然後 我上次 你借筆給我 之後我給你一筆東西 之後 然後我就想 拿去 是嗎 我就不想 是嗎 即是 說那句 我就是知道 原來我每一次 我願意 放起一件東西 我有一筆東西 我有機會有一些 同仁價值 或者再高一點價值 寄東西 那我就會給 你不會 我給一個 骨頭 你見不見 剛才我說 我不會用骨頭給牠 因為 每件東西 狗都有價值的時候 功能是不同的 牠有分別的問題 那塊骨 不如留放分別才給牠 你不會想著 那個時候拿了牠 反過來 我們正在教牠 交換 教了牠 教完之後 每一次 你會發覺 你叫牠 給牠 然後放棄 然後牠在等待你 給他其他東西 到時你就知道 我已經教識了這件事 那我都給牠 然後下一次都不給 有時有 有時沒有 那你就會不停地做 因為你無論如何也有機會得到 亦都因為我給的東西 是高價值的 牠都覺得值得綁一局 其實都是心理問題 但一開始我們一定要教識牠 有這件事發生 然後才會 即是要交換條件 其實交換那件事 通常牠已經開始教牠 BB回來 或者買小狗回來 通常都是八個星期 兩個月三個月 那一天開始 其實你已經要開始教牠 不要互食 那你可以怎樣呢 好像剛才我們說 餵牠吃的時候 你不需要放下之後 你就離開 放下之後陪牠吃 或者你可以順便訓練 服從性訓練 牠坐下來 然後你放下一些 之後牠吃完 坐下來又放下一些 讓牠知道 原來人的手近的時候 有東西 可能是加點給你吃 或者牠習慣了 牠吃東西的時候 有個人在附近 其實小朋友BB的時候 牠是沒有這件事 牠越大越整 就是這樣 很怪不得 如果牠本性 都是比較保護一些東西 其實人類也是 有些人很緊張自己的東西 有些人不是 牠到到處都是 欸 遇見了 但有些人會很有意識 去收好自己的東西 鎖好隔膜 擺好自己的東西 但有些人去到牠家 有錢包到處擺 所以性格也不同 當然如果牠本身 譬如這些 這樣也沒有 有些可能是 本身牠那種是 保護牠自己的屋 或者以前那個農場 牠是有這個 更加加得緊 譬如駱威 那些 牠真的會對陌生人的意識很重 剛剛碰到 牠的性格也是比較敏感 因為其實牠都是驚驚青青的 我們有時見到那些狗 牠是很有 很專注 亦都很願意去接受指令 去學習 亦都很跟人去互動 那些狗我們說 是比較容易接受訓練 另外一些狗 牠本身的基因 可能牠的種 本身 牠是要自己去自主做事 例如有些 例如 Husky 牠是 牠拉 那個雪梟 是不需要有人指令牠的 牠一堆狗 總之牠去那個位 牠們就乘牌跟著 牠是要有 牠要維持狗力 亦都要自己有判斷力 所以相對來說 可能某一類這些狗 牠就不容易接受訓練 在牠的種裏面 當然 品種歸品種 個人性格歸個人性格 沒問題的 我們很尊重我們狗仔的性格 純粹我們教牠 告訴牠 沒有人說搶你的東西 借來而已 借來看看 我給你其他東西先玩 沒錯 可以教牠放鬆一點 有人接近 亦都是最簡單 可不可以說是最快成見效的東西 其實是的 牠們很快 尤其是你的狗 是比較快 我覺得牠的適應力也很快 好像今天我們第三天來這個場地 你見到牠已經很放鬆 也是 牠在四處走 對 例如你剛才也說 你又教牠打死 你又懂得教牠其他手 而是另一隻手 對 其實牠是一種聰明的狗 對 所以越聰明的狗 就越知道 你跟牠在說什麼 溝通那方面 其中有時候我們說 狗 可不可以教牠 就是牠究竟 跟人的互動 聰明不聰明 有些狗 不是太過 跟人聯繫 牠不太懂得到 別人究竟想牠怎樣 對 其實我可能一做一個小動作 我很想牠這樣做 是因為我想什麼 但其實狗仔是不知道 我忽略了這件事 也沒有很清晰 或者很表達明白 告訴狗仔 我是想你這樣 然後你可以怎樣做 這樣就可以了 我是不知道 也從來都忽略了 所以我以為牠是不明白 鬥氣 蠢 還是不是 但其實是 原來是我表達得不清楚 所以我怪錯了 你有沒有 但牠是其實比較清晰 也因為牠很清晰 所以牠就很懂得看 我對你怎樣 對那個人怎樣 就是看人來欺負 牠會懂得 不需要做到那麼勤力 那時候就不太勤力 不需要那麼乖 那時候就不太乖 你這傢伙 真的 另外 如果你說牠戶食 是戶自己的飯兜 那樣東西牠會不會 也會 那樣東西是牠的 在同一個位置 一放進牠就吃 譬如我們有個飯兜 如果裡面有食物 平時可能有些東西在吃 這個應該裡面也有些味 譬如我們有些東西在吃 如果有人走過去 看看 可以試一下 牠要試吃飯 因為這不是牠的飯兜 當然牠是一隻這麼細膽 這麼緊張 這麼容易怕青的狗 牠要想一想 牠不會馬上走過去 很開心地去吃東西 牠會想一想 牠平時不會 一放就馬上 好 來了 吃了 又吃了 舔舔舔舔 讓牠熟習一下這個盤 然後才做到示範 幸好試一試 原來牠這麼小心 牠差不多吃完了 吃完了 牠是不吃魚的 牠不太吃那塊魚 牠剛才的頭就吃 很少狗 不喜歡吃 因為我昨晚都沒有給牠吃 因為JC叫我不要給 一天 真的一天 你媽媽還說 媽媽你不要給 對 我告訴你不要給 吃完了 這個不是牠的盤 牠不會糊 但我們當牠平時是 我們再試一次 看看牠會不會自然一點 對 例如說 這個 你好像一般的魚 不過算了 我們都照樣試給牠 對 因為這個盤不是牠的 所以很明顯 我們走近過去 甚至走近牠也沒有 沒有 我想問 如果是你平時 你家裡的盤 牠吃開的盤 如果用另一個盤 給牠會不會糊 都糊 都糊 那牠會怎樣糊 平時你走到這個位置 牠已經 牠會不會離開自己的盤 吃完就離開 但我們會鎖住 因為牠會搶我 另外的狗 我想你試試一件事 有時候 牠會護著自己的盤 你走近牠就會 或者什麼 我想你在牠的位置 就站在那個距離 然後你拿少許零食 然後 譬如 拋開少許 看看牠會不會走開 你可以試試 沒有試過這樣 當牠在吃的時候 在吃的時候 就拋另一種食物 對 拋食拋到另一邊 那牠走開了 如果牠會走開了 如果是護得很重要的狗 是不會走開的 護得很重要的 牠會站在牠的盤 因為牠在護著牠的盤 牠不會管我 繼續吃 牠會在這裡 牠會在那裡 當然 如果你說大一點的狗 我領養回來的時候 牠的背景是牠在狗場 跟很多其他狗 要搶食物 或者有很多其他狗 也未必足夠的食物 那你就要小心一點 因為牠的意識 就是要保護好保護 變成這樣 就像剛才我們示範的時候 你可能要從距離慢慢開始 牠會走開的話 你就可以近一點 然後牠回來吃 你試一下這樣 牠回來吃的時候 牠未必會再餓你 如果你說你不想這麼快 這麼急 你站在那個位置 因為牠已經覺得你 不會搶牠的食物 對 原來我走近 一我走近 我是給你一些東西吃的 因為你不會這樣伸進去 你肯定被牠咬了 你可能拋遠一點 牠走開 牠會離開牠的飯盤 牠會馬上去吃 牠會馬上去吃 然後馬上衝回到這個位置 護回牠這個東西 你照樣站在這裡 然後再做多一次 慢慢讓牠習慣 可以接受 原來牠在這個範圍 你在這個範圍 是可以的 牠也是接受到 你在這個範圍 然後你走開 然後再試多一次 如果牠站在那裡 你看牠會不會 你看牠會不會 如果不會的話 YES 然後你還是離開 記住 你不要想著 我走過來 牠不會 我掌勵牠 然後就這樣對過去 因為你把你剛才這個範圍 這樣就距離了 所以為什麼我們說 拋開一邊 就是讓你不用錯誤地 距離了你這個距離 這個距離是牠現在可以接受 你這麼近的 那牠慢慢發現牠習慣了 我們叫牠就距離了 那你就再走近一步 然後你又看到牠再看 YES 然後放在一邊 然後牠拿 然後二十幾次 之後你再近一點 然後你站在身上 走一走就走到這裡 那如果沒有衝過來 我知道你們都不會 你慢慢走過來 那第一 牠會不會肯接受 就是說 你走過來沒事 你都是要是餵東西給我吃 要是就什麼 你沒有想著搞 那我就很不接受 其實有時候人會說 牠那時候牠在吃飯 你拿牠的手上去 拿牠的食物 或者拿去 如果你正在吃飯 我走過來 拿牠的手進去 拌牠的飯 然後拿牠的飯 你的感受 你的感受是否不太好 其實我覺得一些都不禮貌 我覺得 你從小時候開始 訓練資源家庭 那樣東西 你可以餵牠的時候 你可以照留在那裡 如果我要伸一隻手進去 告訴牠 我要牠接受有人的手 接近牠的飯 我會拿狗糧 然後我放下 我是放下狗糧 或者你不需要那麼近 你可能是 然後在這裡放下 即是說 我也是有試過的 吃一吃一吃 我可以加多 我看到牠那麼少 我會加多一點點量 牠會接受 他接受的 是不是那個感受 是否好得多 如果從小朋友的手上 我發覺 有些人在附近 會有機會多了食物 不是走進來攪牠的食物 而還會拿走 多數是加的 其實是正面的 我們可以這樣伺服隻狗 不要加東西 就是用另外的方法 去拌牠的食物 明白 他也覺得兩件事都一樣 兩件事都是訓練有人在附近 還有一隻手會在飯盆附近做一些事情 但如果你用那個訓練法 其實對他來說是接受性強很多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是可以做的 你可以回去試試 因為始終這不是他的盆 也不是他的環境 所以他也沒所謂 對於毛毛護繩這個情況 我覺得自己的教導有信心 因為他真的很聰明 他真的可以一到兩天 其實他已經可以學會很多東西 所以剛才JC教我 就是慢慢有距離性 和他慢慢吃東西時有距離 丟一些東西給他 我就在那個位置 可能每天都會走前一小步 我也可以的 可能放工回家餵他食物時 我就可以做到這個 他如果快的話 其實有幾天可能他覺得 我覺得他真的很聰明 我想兩天他都可以教 可以試試 千萬不要破壞了那個誠信 如果你突然間又跑去 他好像好一點 我真的搞了他 拿了刀 那你又很討厭 我們不要對動物做一些 我們覺得別人對我們做很討厭的事 好嗎 好 那就試試 我回家試試 總之訓練那個就是要跟同等的交換 要跟他交換一些東西 就是很妥協的同等的交換 然後第二樣就是 雙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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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在他的飯碗 然後就可以在他開始 我胡我的位置 待我自己 然後就給他一些零食 看他會不會出來 拋在你前面那個位置 或者在這個位置 他純粹是要離開那個碗 去到那個位置 你拋在這裡就不算了 你拋在這裡 他的頭在這個位置 他就要轉轉去拿這個東西 如果他不轉轉去拿 即他真的加碗很重要 你就要拿一些高價值的東西 可以給他 尤其是 那你就純粹告訴他 其實這個東西你不需要 沒有人去搞你的東西 就是取得他的信任 對 就很簡單 狗仔也是很簡單 如果那個人很相信你 他真的有甚麼來 喝你沒有 那就麻煩JC 他教了我一個 戶食和戶物的方法 和訓練 下一集 我們會說一下 一些狗仔的抑制玩具 如何去分散他們的主義力 下一集再見 拜拜 我們會接受他的 我們會知道 會變得更好的 我們會讓他知道 我們會學習的 我們會認識 我們會休息